宜兰幸福水泥下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 一名喝得醉醺醺的员工想要强行进入场区 没有想到呢遭到了总务主任的阻挡 但是这名员工居然趁着主任午休的时候 在宿舍的门口狂砍他石刀 那么这名员工在警方到达的时候 还抱瓦斯桶点火拒捕场面一度紧张 原警和水泥厂的员工合力压制 砍人又点瓦斯拒捕的孙姓男子 后有熊熊的火焰 监犯又试图抵抗 两个人都不敢大意 孙姓男子只因为喝得酒 想要强行骑摩托车进入水泥厂的场区 被总务主任给拦了下来 两个人发生口角 他一气之下就把他砍得片体鳞伤 被砍的游信主任满身嗜血 依靠在同事的身上 赶紧将他送医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家属到了医院 看到了亲人的惨状 实在是很生气 那个员工喝酒 他不让他进去 他生厌 结果就半路拦他 砍他 游信男子哥哥气得不得了 因为弟子的伤势实在是太严重了 头部的刀伤伸疾头骨 诱饵被砍成两半 只因为小小的口角 就拿着刀 对着游信男子猛砍 见到警察赶来现场 还拿着瓦斯桶点燃拒捕 说谁要拦他 他就要跟谁一起死 然后他转身 然后将瓦斯桶 丢向巡逻车 那这时候我就看 这时候机会不可施嘛 就像起压倒在地 再怎么奋力挣扎 还是被逮捕归案 孙姓男子的头发和脚趾 都还有烧伤的痕迹 酒后口角愤而行凶 不仅害人也误了自己 感谢观看